近段时间除了郑爽事件之外 最受大众关注的应该就是《星光之夜》这个活动了 这个活动可真是众星云集 当今比较火的大咖演员几乎都来到了活动现场 赵丽颖与王一博在尤斐之后的首次同台就是在这里 这姐弟同框领奖的画面可真的是太扬眼了呀 赵鲁丝金晨同框尹热议 除了赵丽颖与王一博之外 赵鲁与金晨的同框也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两位女明星一同获得了年度人气一人奖 果然明星都是一家呀 两人上台领奖师手拉着手非常开心 像极了玩耍多年的好友准备出门呢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明星此次在活动中的状态真的是太好了 赵鲁丝金晨五美颜镜头下状态超好 首先来看看赵鲁丝 他长相属于比较甜美可爱的那种 这次活动中他穿了一条黑色礼服裙 发型依旧是非常可爱 空气刘海搭配长卷发 不得不说赵鲁丝的五官真的是太精致立体了呀 侧眼简直是一绝 这鼻子都可以用来滑滑踢了吧 虽说赵鲁丝的脸蛋胶原蛋白满满 但其实他的脸真的很小 感觉一个巴掌都能够完全盖住了 而金晨此次出席活动的状态也非常不错 虽说近年来不少网友都抨击金晨是后天美女 但只要喜欢他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他在刚出道那个时候颜值就已经很高了 现在也只是更加完美罢了 每个女孩子都希望能看见自己漂漂亮亮的样子 归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因为是直播 所以活动现场都是用高清相机直拍的 并不存在美颜滤镜效果 赵鲁丝和金晨同框的时候一同面对五美颜镜头 从视频截图中可以看见 赵鲁丝在五美颜的情况下颜值依旧是很高 整个人就让人觉得很甜美可爱超有保护欲的 而金晨就恰恰相反了 金晨活动当天穿了一件黑色的抹胸吊带 将好身材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他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比较成熟欲解的济世感 往那里一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有气场 赵鲁丝与金晨的气场差距也是很明显了 赵鲁丝是可爱甜美风 而金晨则是霸气欲解风 赵鲁丝金晨身高差距明显 其实他们两位女明星气场差距那么大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身高上面了 金晨官方身高1米71 而赵鲁丝的身高只有1米6几 整整10厘米的差距肯定还是比较明显的啦 两位女明星在这次活动中都穿了高跟鞋 但金晨还是要比赵鲁丝高了非常多 赵鲁丝与金晨同框的时候 金晨这大长腿真的是太抢眼了 看了两人的同框对比后 立马觉得身高是真的很重要 大部分比较高的女孩子身材比例都比较好 就算比较矮的女孩子颜值高 但在有身高优势的情况下 还是会觉得高的那个人有气质很多呢